12月3日,李肖鹏正式从程序员手里接过权杖,成为新一代国组掌门人。 这一刻李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,李肖鹏开始大展宏图。 不过目前国组的形势很严峻,据报道,国组两位猛将即将离队,李肖鹏既想哭又想笑。 其中一人是李铁的亲信,首先一人就是规划球员艾克森。 今天,广州队官网更新了一线队阵容。 其中,阿兰、艾克森已经不在名单中,此前离队的高拉特也已不在名单中。 规划球员只剩下洛国父和蒋光泰。 结束12强赛与澳大利亚比赛中,阿兰没有返回中国,而是直接回了巴西。 而据巴西媒体报道,艾克森很快将与广州队解约,返回巴甲。 这就意味着艾克森基本确定确定,不会再为国族效力,而如果缺少它,国族的能力将会得到损失。 再加上洛国父下一场因为黄牌被禁赛,所以李肖鹏的任务很重。 所以规划球员只剩下蒋光泰,而对阵日本队。 仅仅依靠一个规划球员是肯定不行的。 所以李肖鹏的任务很重。 第二人就是张希哲。 在李铁的时代,张希哲可真是大宝贝。 他的作用在李铁看来,比洛国父等规划球员还要重要。 不过张希哲的能力所有球迷果目共睹。 很多人送他一个亲切的称呼,大卧底。 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回传。 印象很深的一次。 国族对阵沙特的比赛,有一次很好的反击机会。 当时,洛国父等规划球员都在往前跑。 而张希哲在得球后居然把球回传给后面的吴磊。 这个做法直接让前面的球员懵了。 这是什么高端的操作? 而如今没有了李铁的庇护。 张希哲不仅首发进不去,可能都会被淘汰出去。